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林更新厉害了 不仅是博士还是老板 名下关联多家企业 近日 林更新被上海戏剧学院拟录取位博士研究生 引发了广泛关注 从演艺事业到学业深造 她的这一选择展现了多面发展的追求 其名下多家企业的关联 也让人看到她在商业领域的布局 在2024年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 拟录取名单的公布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其中林更新的名字赫然在列 她的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表演创作 林更新 在演艺圈中颇具知名度的演员 一直以来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 她在演艺道路上的发展可谓是有目共睹 出演了多部备受欢迎的影视作品 塑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此次她选择攻读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学位 无疑是对自己演艺事业的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人们不禁好奇 是什么促使她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选择回归校园继续深造呢 或许是她对表演艺术有着更深的追求和探索欲望 通过攻读博士学位 她可以更加系统地学习表演理论 与专业的导师和同学交流 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和艺术素养 在看天眼查APP显示的信息 林更新名下关联着多家企业 北京瑞去曼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沈阳安然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企业 处于存续状态 她在这些企业中均持有股份 并在部分企业中担任董事 监视等重要职务 这显示出她在商业领域的积极布局和拓展 她的商业版图涵盖了影视制作 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 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不仅为她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 也为她在演艺圈的发展 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空间 同时 这也反映了她具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从演艺事业到学业深造 再到商业领域的布局 连更新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 她的决定和行动不仅仅影响着自己的未来发展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演艺圈和学术界 对于演艺圈来说 她的深造选择可能会激励更多的演员注重自身 专业素养的提升 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演艺成就 而是追求更深入的艺术造诣 这对于整个演艺圈的发展和提升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学术界而言 林更新这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演员进入校园 也会带来不同的视角和经验分享 她的实践经历可以与理论相结合 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素材 同时也会吸引更多公众对学术领域的关注 促进学术与实践的更好融合 然而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和思考 有人可能会质疑她是否能够兼顾学业和演艺事业 担心她会因为忙碌而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林更新作为一名成熟的演员 她具备较强的时间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 相信她能够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林更新被上海戏剧学院拟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以及她名下的企业关联 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引人关注的事件 我们应该以客观 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事件 期待她在未来的发展中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同时也希望她的经历 能够为更多人提供借鉴和启示 推动演艺圈和学术界的共同进步 在娱乐圈中 其实有不少类似林更新 这样在演艺事业取得一定成就后 选择继续深造的例子 比如胡歌 他在演艺生涯高峰期 选择暂别演艺圈 前往美国留学深造 胡歌以其出色的演技 和多部经典作品而广为人知 但他并未满足于现状 而是渴望通过学习 进一步提升自己 这与林更新选择 攻读博士学位有着相似之处 都是对自我提升的一种追求 还有汤维 他在演艺事业发展过程中 也曾前往英国留学 学习戏剧表演 汤维在国外的学习经历 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和见解 也为他之后的演艺事业 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机遇 这种在事业有诚实 选择沉淀和学习的举动 与林更新的选择有共通之处 也有一些明星 在发展演艺事业的同时 积极涉足商业领域 比如赵薇 他不仅在演艺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就 还在商业上 有着广泛的投资和布局 虽然赵薇后来在商业运作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不可否认他在商业领域的积极探索 这与林更新名下 关联多家企业的情况 有一定的相似性 都展现了明星们 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然而 每个事件又都有其独特性 林更新选择的是 攻读博士学位 这在学术层面上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与单纯的留学深造相比 博士阶段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学术创新 这不仅需要他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还需要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学术素养 在商业领域 虽然有其他明星也有类似的布局 但林更新所涉及的企业和业务领域可能与他人有所不同 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发展战略和运营模式 林更新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与以往的事件相比 林更新的这次选择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 在当今社会 人们对于知识和学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即使在娱乐圈这样看似注重外表和才艺的领域 高学历也逐渐成为一种优势和竞争力 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 明星们也更加注重商业价值的挖掘和拓展 通过多元化的经营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些相似事件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我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在哪个行业 明星们作为公众人物 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往往会受到广泛关注 他们的进取精神也可以激励更多的人追求进步 多元化发展可以为个人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但也需要在各个领域中保持专注和专业 避免因过度分散精力而导致发展失衡 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看待明星的选择和发展 既要欣赏他们的艺术成就 也要尊重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和探索 在零更新的事件中 我们期待他能够在博士学习期间 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演绎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 同时也希望他在商业领域能够稳健发展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通过他的经历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 如何在不同领域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以及如何在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保持自我成长和进步 这样的思考不仅对于娱乐圈人士有意义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零更新被上海戏剧学院拟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以及他名下关联企业这一事件 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从教育层面来看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关注和思考 零更新作为一位知名演员 在演艺事业取得一定成就后 选择回归校园攻读博士学位 向社会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即无论处于何种职业阶段 都应该不断追求知识和自我提升 这对于鼓励社会大众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可能会促使更多人重视教育和自我成长 不仅仅局限于年轻时的学业 而是将学习贯穿于整个人生历程 在演艺圈 这一事件也产生了不小的振动 它提醒着其他演员们 在追求演艺成就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自身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的提高 这可能会促使更多演员 积极寻求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提升整个演艺圈的文化层次和专业水平 也让人们看到了演员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 不仅仅局限于演艺领域 还可以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 为演艺圈树立了新的标杆和榜样 对于学术界而言 灵更新的加入带来了新的元素和视角 它丰富的演艺实践经验 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鲜活的素材和案例 有助于推动表演艺术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它的知名度也可能吸引更多公众对学术领域的关注 提高学术研究的社会影响力 然而 这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挑战 如何确保对灵更新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学生进行公正 客观的培养和评价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在商业领域 灵更新名下关联企业的情况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让人们意识到明星在商业活动中的影响力和作用 一方面 它的成功案例可能会激励更多明星积极投身商业领域 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另一方面 也提醒着社会要加强对明星商业行为的监管和规范 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 它鼓励人们在追求个人事业成功的同时 注重内在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发展 同时 也让人们看到了努力和进取所带来的成果 激励着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实现梦想和追求 然而 这一事件也可能带来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 比如 可能会引发一些人对学历的过度追求 而忽视了实际能力的培养 或者在商业领域 可能会出现一些盲目跟风的现象 导致市场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 此外 对于零更新本人而言 如果不能很好的平衡学业 演绎事业和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 也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零更新的这一事件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我们应该以客观 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一事件 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如对教育 演艺圈和商业领域的推动作用 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也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需求 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进步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同时也希望零更新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现学业事业和社会责任的全面发展 为社会树立一个更加优秀的榜样 我们下期见